行政院长赖清德排版定案 军工教人员明年调薪3% 睽違了6年总算调薪 不少人士拍手叫好 但新增的人士成本 可是让财政窘困的地方政府很头痛 钱该从哪里来 行政院主机处也跳出来 直言中央会补助14个县市 但可不包括六都以及新竹市和静门县 我想中央也应该要说明一下 为什么以前的按照惯例都有补助 那为什么这一次没有 我想这个也是包含新北市 包含中南部 包含台北市都有这样的疑虑 也会造成大家的财政负担 昨晚去参加那个行政院院会 开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发现一件事情 那个加薪3%那个钱是谁要出 因为我们的预算已经送去预会了 所以现在突然多3% 那个钱是谁要出 不只双北首长好着急 不在补助范围内的新竹市也惨兮兮 因为多出来的2.5亿人士费用 可不是小数目 中央政府的美意地方大喊吃不消 不但得挪移经费又不能影响地方建设 加薪背后的配套因应考验才正开始 欢迎新闻松节李佳化 台北报道